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诚实对待自己 不必在意 别人的眼光如何看自己 就算我不聪明 但可以认真学习 我爱自己 梦想带着我沉静 分一点没关系 成全面对自己 一步一脚印 不靠小聪明 打新题呜 大家来看新题呜 这是现在的唐东菊 多么快乐的一个志工啊 但是过去的唐东菊 也就是我 是生活在完全另外的一个世界里 究竟要吞掉多少层的皮 磨掉多少根的傲骨 才能挣脱那个充满怨恨的牢笼 蜕变成现在这个站在舞台上 带给大家欢乐的三八美婆呢 若要说起我的改变 就要从我进入慈济人医会的那天开始 淑慧师姐 这个是唐东菊 她很能干哦 她是学校的护士 欢迎 欢迎 我们仁医会最需要像你这样子 有护理专业的志工来帮忙了 没有 师姐 你们太客气了 我就是来学习的 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我们每个月都有下乡关怀老人的一诊 你一定要常常来哦 好 那我先带你去问诊区看一看 好 来 看看 谢谢 好 这边请 好 你看这边 这就是我们的问诊区 对 好 来 来 好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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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你身后呢 那边就是领药的地方 我们可以过去看一下 就是药局 你把药单拿给医护人员 我们拿着药单 每次都说不听 我哪里感觉你才不知道 阿伯 你现在有没有愉快 我哪里给你喝 好吗 好 阿伯 你别啊 你不要这样给他买啦 你这样哦 每次都买你来 你都给他买了 哦 他心里面很没愉快 没愉快 都做表运了 你明明知道我得了食道癌 你还拿那么硬的东西给我吃 我怎么吞下去啊 我看你是受我早点死吧 老花 整天摆了个臭林给我看 你不高兴你不要做嘛 好 爸 我要你吃醉 别给我吃了 你都做表运了 你看这儿人有这么多 他要做黄黄 这不是你要的软的吗 这什么玩意儿 你在喂猪是吧 我看你叫我来着煮啊 你是想做给别人看 对不对 阿伯 你哪儿这样说 你们女儿不管什么不行 每次都请咖啡你来的 这样出事吗 我们一个会儿要向上关心 向上感恩 这样我们心情就会比较爽快 身体也会比较好对吗 对啦 就像这杯水 感恩的人就会觉得 这米一杯喝起来 水都是甜的 也不过 如果是爱想起的人就会险 这水怎么只剩一半而已 晚上你们都不高兴 就会觉得这最幸好 所以说 心情要看得开 好啦好啦 你们主席的暑假 大家都给我这么关心 我真感觉 不要收起来 是啊 对啦 对啦 两位师兄 辛苦啦 不会啦 不会啦 辛苦啦 怎么样 今天有没有什么心得 要不要分享一下 心得 嗯 我真的很钦佩你和淑慧师姐 怎么可以这样两三句话 就把那个一直抱怨她女儿 气呼呼的老先生 对她安抚到笑出来 我觉得真的很不简单 你们是怎么办到的啊 你们是怎么办到的啊 啊 这也没什么啊 就是态度决定一切 态度 嗯 上人常常告诉我们 要 视病如亲 对待病人 就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 要有爱心 要有耐心 让他们完全地感觉到 这样 他们就自然而然地 可以敞开心房啦 但是如果一个家庭当中 有一个脾气那么不好的老爸 做女儿的 一定非常辛苦 东菊啊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一家人难免有一家人的盲点 但是一家人如果结了今生的缘 这也就是 一家人今生要修的功课 我知道了 好 来咯 辛苦了啊 我刚好做离外面 待会儿让你先吃 这么好啊 谢谢老爷 不错啊 做了一天职工回来 笑容满面 我看到你干脆 天天都去做职工好了 开什么玩笑啊 我不用上班 是 对了 乐乐呢 晚上吃了没有 吃过了 我只简简单单 煮一碗面给她吃 她没有嫌你煮的面来吃吗 没有 而且她还吃了两碗 女人和女婿还差真多 小五 小五啊 小五 小五啊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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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肚子饿了 你晚上不是吃面了吗 吃了面了又怎么样 反正我肚子时又饿了 什么 你饿死我呀 去 给我弄点吃的了 好 我去呢 小五 好了没有啊 要等多久啊 来了 好 烫啊 这什么玩意儿啊 这严乎乎的 这么吃嘛这 你食道癌就只能吃这个 我不管 我要吃烧饼油条 我平常做的菜你都嫌硬了 烧饼油条你吞得下去吗 我要吃什么我就要吃什么 难道要你批准啊 好 好 我去买 好 早安 今天要什么 一套烧饼油条 一套就好了 要豆浆吗 一套就好了 一套就好了 你这只不真好 是吗 这是什么烧饼这么硬 吞都吞下去 你想噎死我呀 这不是你要的吗 我还特地去买这个刚出炉的 又酥又软的 就骑回来路上稍微量一点嘛 所以硬啊 那你不能动作快一点啊 你是故意的吧 你就算多买一碗豆香回来 你也没有啊 你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你凑什么凳啊 你不服气 你想打我啊 努力富贵 你不怕天打来劈啊 你不怕天打来劈啊 走开了 起什么气啊 都是自找的 大半夜就听你老爸在那边大呼小叫 我当时怎么跟你说的 不要把他接过来你就是不听 现在好了吧成了寿妻包 气死活该 是不是你爸 我爸 我爸不是你爸 笑话 我们是女儿 在她眼里一毛钱都不值 只有她的儿子跟媳妇才是她的宝 现在就算病了 回来也轮不到我们这些 嫁出去的女儿来照顾 她先整天折腾你是吧 摆明了就是要回儿子身边 你呀这是自取其辱 哥哥嫂嫂她们就是没有办法照顾嘛 那野生的父子的事情 要你是个女儿鸡婆吗 你对她那么好她有疼过你吧 书都不让你念 还把她当成责任 你也不想想你也要上班 也有一堆事情要做 现在好了整个八番回来 受了气怪谁呀 不自得 你不用上班 你不会照顾啊 就会说风凉话 站着说话不要疼啊 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家还有生病的老爷要照顾 我真的管不了他 总之啊 你不要嫌我啰嗦 我骂你都是因为我疼你啊 早天把我老头送到南部交给儿子 就天下太平了 你也用不着在这里跟我吹火子瞪眼睛 别人从前啊 别人从前啊 我真的想不吹火子瞪眼睛 我真的过分啊 我照顾爸爸累得跟狗一样 惹一肚子气 他竟然那边又跟我说风凉话 骂我活该 他还叫我把老爸带我去南部 给哥照顾 你说什么 阿贼说得也没错 你说什么 我说阿贼她说 你再说一次我就跟你离婚 严重 这个药离你自己去离我 我怎么会去跟你离婚呢 你傻呀你 问了那个老的 要跟一个这么好的老公离婚 老公是我帮你选的 婚姻是我帮你订的 你你 你怎么不离婚啊你 懒得理你 你刚刚说什么呀 你再说一次 你给我站住我话没说完啊 阿贼阿贼阿贼 阿贼你先不要跟他计较好不好 他脾气就这样 发完就算了 不是嘛什么话都可以说 那两个字是不能乱说的嘛 他能再敢讲 我能打掉他的腿 笨 怎么可以这么笨呢 哎呦 下次吧 好 阿杰说我是自找的 难道真的是我太急迫了吗 爸爸我要继续念书 念什么 你女孩子念到初中毕业就行了 还想念什么 可是哥哥他 哥哥他什么 他是他 你是你 你是女生 他是男生 有什么好比的 别再说了 我告诉你 明天就去找工作 上班 赚钱 小五 这些钱你拿去互相注册 妈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 我跟隔壁王妈妈借的 快拿去 不要 学费这么贵 我已经决定不要再读了 小五 不可以 女孩子一定要读书才有前途 难道你想跟妈一样吗 我就是没读书才会一辈子被欺负 被瞧不起 可是 你跟人家借这么多钱 以后要怎么还 别担心 妈会想办法的 你只要努力读书 其他的都不用管 如果没有妈妈当时的坚持 我的人生 应该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也许 就是因为妈妈从来没有对我放弃 所以我才会把啵啵 当作是我的责任 快快快快快 邓居 你今天毕业了啊 对啊 我妈妈 谢谢你的帮忙 总算是让我拿到一份高职的文凭了 不客气啦 你妈妈辛苦了 现在你毕业了 她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恭喜 恭喜 谢谢 再见 再见 你别再欺负妈了 你这个赔钱货 你怎么滚一边去 我是一家之主 这个家我说了算 你还有一点说你是一家之主 你有尽到养家的责任吗 妈 妈撑这个家撑得这么辛苦 你整天都去赌博 赌书就会来欺负妈妈 你根本就不是男人 你给我闭嘴 你先嫁出去 你没资格这样说话 我当然有资格 她是我妈 你这样欺负她 我不会叫人不管的 搞清楚啊 你现在是姓王不姓唐 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 你没事老往娘家跑 你搞什么东西啊你 我当然要藏回来 如果我不藏回来 你怎么欺负妈 我怎么知道 你是在外头没饭吃了 回来逃狗饭吃 是不是 就算我要逃狗饭吃 那跟你也没有关系 你赚钱有拿钱回家吗 家里的一分一好都是妈赚来的 再说 妈再说我拿过的打 不要 你不要生气 老杨不要再说了 你回去吧 妈 走吧 不要生气 好了 你给我听好 我踏出这个家以后 就不会再回来 就算我这辈子穷死饿死 也不会回家逃狗饭吃 这 阿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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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死丫头 你搭哪儿去了 搞得现在再回来 我今天毕业啊 毕业 你毕什么业啊你啊 女儿家根本就不用验书嘛 还念什么私立学校 简直是浪费钱嘛 我去念书的钱 都是妈妈想办法去标会证来的 又是 你说什么 我去念书的钱 都是妈妈标会证来的 又是你给的 小五 我 你看看你这两个女儿 全让你给交换 简直是真正是造反了 妈 你不要难过了好不好 现在我毕业了 我可以去上班赚钱 你不用再受伯伯的气了 从我有记忆以来 伯伯不是打你就是骂你 我看来真的很心疼 以后就让我跟阿姬来照顾你 我们都不要再管他了好不好 小五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不管你父亲他怎么对待我 他就是我的丈夫 是你们的父亲 所以不要有怨恨 他永远都是你们的父亲 有一天 你也会结婚 身为人物 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体会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了 回想当时 妈妈所说过的这些话 就像魔咒一样 牢牢地盯在我的心里 就算我想要怎么挣脱 也挣脱不了 你现在要嫁出去了 妈要再叮咪你一次 将来有一天 你爸爸老了 或是我先走了 你都要好好照顾他 要照顺他 这是做子女应该要有的责任 我好遇到你 我好遇到你 我都要往会儿 做生日楼 白芽 答案 分开 老伴 你煮什么好吃的那么香 我在煮蔬菜粥 蔬菜粥 你晚餐不是一向都煮干饭了吗 怎么今天忽然想到要煮蔬菜粥 就想煮来吃不行 我知道你是要煮给 煮给你这个老爷子吃的 那我可有口福了 煮给你这个老爷子 我会不会吃什么 谢谢我 我还能够吃 我不太好 длина 我真的不 赶紧 来 来 红光 阿姐 那个 我拿你碗蔬菜粥过来 待会儿拿给你老丈人做晚餐 阿姐 你就自己拿上去给他 我不拿上去给他 你拿上去给他 我是煮给你姐夫吃的 煮多了 不想浪费 所以多盛碗过来给他 拜谁理他 阿姐 记得让他趁着吃 好 下班了 吃饭吧 谢谢阿姐 老婆吃了吗 已经在吃了 在吃了 他吃什么 阿姐拿了一碗蔬菜粥过来 我已经拿给爸吃了 阿姐 是啊 我真的不知道继续坚持对妈的承诺 是对还是错 我 让他到现在还这样讨厌我 所以我觉得她也能在镜头上 她就捎了 我养得到现在 你让她叫她说 了吗 帅哥 我帅哥 现在来说 看你啊 还是要我来谢谢你 煮了一碗那么好入喉的蔬菜粥 给宝宝吃啊 不必啊 你用不着谢我 草妆了啦你 之前你还说 那个臭老头我再也不要管他了 结果我还是管了 这一棍真的很厉害 我第一次看他这样安安静静的 把粥吃了 也没有骂都骂西的 真服了你 你少拿这些话酸我 我告诉你 不管我做什么都是为你做的 我到现在都还是恨他的 我要变书啦 你一个女孩子 你也很什么俗 你早点出去转欠 可是我不能只读到三年级 你手上 你再说一遍史诗 我 我不能只读到小学三年级 再说 我要修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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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妈 妈 我好想要再毒素 我跟妳讲 我今天速度来考一百分 我爸还要去回去看电影 都好 我才考九十分 早安 我们去吃东西 好啊 这种味道 好臭 吃菜 好臭 好臭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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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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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怎么搞的你 你千个车都不会 还说什么 还打翻了 冲死了 做什么事都说不起 那猪啊 都跟你聪明 还想要练书 练什么书 我告诉你 你下辈子脱胎当男孩 再来做梦吧 我都不知道 我到底是不是伯伯的新生女儿 或者我真的是捡回来的 不然她怎么可能对我这么无情 我才十岁啊 就不让我练书 逼得我去找工作 薪水一分钱都不给我 不让我练书 妈 雨虾搬回来了 老洋 妈 今儿不是发薪水吗 来 拿过来 拿出来 老婆 我可不可以买一件新衣服 工作的时候穿 不然都会 买什么 买什么新衣服 你这样穿就已经很好看了 可是 略生 老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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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天 我要帮我 갑 我真的不知道你受那么多的委屈 为什么你之前从来没有讲过 我摇摇牙也熬过去了 有什么好说的 更何况那时候你还是什么都不托小孩 跟你说有用吗 其实我现在看到他那么老了 又有癌症 我真的觉得他很可怜 我又想到你说我们健身里那么多孤独老人 我还会常常去关心他们 更何况是自己的爸爸 我真的觉得自己太矛盾了 真的就像是外媒师姐说的 一家人能在一起就是缘分 要一起来修一个功课 只是我们家的功课为什么这么难 我可以选择 我真的希望 不曾有过像一个夫妻 我还会另一个包包子 我还没想到 我还没有想到 我还没有想到 一家人要绘画 我还没想到 大家看着 我真的想到 我这就帮我 是啊 现在想到什么就赶紧写下来 不然说不准明年就忘了 你来得正好 我最近又写了好多篇 尽私语的心得 你拿去帮我多印几张 带去学校送给校长或老师 多多分享 你这次又写这么多 姐夫 你身体不舒服 你就多多休息嘛 你姐夫呢 只要一写到上人的话 精神就来了 写一整天也没关系 累了也不休息 讲也讲不听 你呀 都不知道 我这辈子 走了这么多路 读了这么多书 什么都经历过了 打从遇到上人之后 才最让我佩服 觉得最了不起 能够帮上人 把这些尽私语的心得 分享出去 我的病啊 都不痛了 我知道了 你写这些尽私语心得 比吃药还有效 还是肖无最了解我 对了对了 你前几天去职机的仁义会帮忙 有什么有趣的事啊 说不上什么有趣的事 但是我学习到了什么叫 事病如亲 我亲眼从那些师兄师姐身上啊 看到他们对待一个病人 就好像对待亲人一样 我好感动 但是 也很感慨 怎么说呢 就 照顾一个陌生人 好像比照顾自己的亲人 还简单的些 如果你以为是想跟我聊那个人的事 我就不参加了 你慢慢聊 你们姐妹俩都是一个样 心里有个结 从来也没想到要去解开她 如果那个痛啊 一直都在那里 更不能一直视而不见 要很诚实地去面对她 接受她 处理她 最后才可以放下她 这样 才可以真正地放开自己 好 韩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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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开车喔 好 再见啦 快点 老先生已经标命了 这样要走在路上很危险 告别一点啦 没想特别疼 别说什么 事уз пап 好像办法 我们不必须有车藏 才iryait politico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有这片DVD 这个我外申女给我的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慈济志工做的音乐手语剧 很有意义 你看完一定很感动 Zither Harp Love in my heart Love in my mind 我的爱在我身边 靠太近不容易看见 忽略你的存在最遥远的距离是拒绝 听见 在你身后望着背影的某一天 发现相爱又互相推开指尖 心碎又流泪 在你身边互相依赖的每一天 你也有这片 在你身边 在你身边 使用